都會走到這裏來參加這個大露營 這個叫做阿拉法 要在指令的時間 來到這個區域那裏駐紮 然後才算送 果物德在公元七世紀的時候 參加了他第一次 亦都是最後一次的潮禁 他的宣言 他當時也說 因為當時他只是站轉 因為你知道 在沙漠那裏 每個人都坐在地上 所以他只可以站在幕後的背上 來向大家宣言 宣說 也都沒有咪的 所以他只是說 由這個門道大聲 再傳開他 他說 當日有過萬人 在那裏來朝根 聽他最後的宣說 他說 今天之後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見到大家 所以你們要聽清楚 於是他講了很多句話 包括他會說 我留下兩件法報給大家 就是 《古蘭經》 和我的聖行 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都未曾有一本整本的《古蘭經》 大家如果有上《古蘭經》 就知道到 《古蘭經》在山的時候 只是每一段一段 接受的啟示 所以他的信徒 只是一段一段 散熱的記憶 他剛剛接受到的啟示 所以他當時在山的時候 即是說啟示還未見 其中一個宣言他講的 他說 全人類都是平等的 家世 膚色 種族 個人的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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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那些家世 膚色 種族 不會令到一個人優勇於另一個人 他說 在珍珠的面前 所有的人 雷人 黑人 白人 都是平等的 黑人不會優勇於白人 白人不會優勇於白人 這個人權宣言 比法國大革命的宣言 早了千到一千年 到底伊斯蘭教後來 如果我們初階的時候 說到目性去世之後 一百年伊斯蘭教 就是那個勢力一路擱展 並引領全世界的文明等等 所以到底伊斯蘭這種思想 是不是促成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的話 大家還需要去研究一下 但是很肯定 因為伊斯蘭這種思想 可以說是挖時代 而伊斯蘭的中心思想就是挖 所以上主為何要我們 只是崇拜獨一的主宰 除了他之外 再不拜任何的神 不是在於上主他很稀罕我們的崇拜 上主很稀罕我們讚給他 而是上主要我們在他的面前 所有的人都平等 沒有人可以支配其他的人 沒有人可以奴隱其他的人 這個就是伊斯蘭的中心思想 這個也是伊斯蘭的所謂政治觀 當然要怎樣去組織一個政卦等等的話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長篇的故事 也不是在我們一個小時內 可以交代的 不過我在我們的網頁上 都會鋪一些有關的文章 給大家來參考 我今天所說的可能比較短 但是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看看大家有什麼想問 香港人 中文字幕——YK